嗨 大家好 我是米薛 我們今天呢 又要來挑戰一下 一些製作美食的部分了 大家知道我現在就是一個料理小能手 大家知道我最近做的食物就是很常被同事們搶食 所以我今天打算再來餵食我們飢餓的同事們 我們今天要做的東西呢 非常的簡單 它就是北藤粿 這是一個大家記憶中的零食 對不對 小時候應該比較常吃 這個北藤粿需要的材料 非常非常非常簡單 需要的材料呢 就是 糯米粉 糖粉或砂糖 花生粉 還有水 就這四樣 材料越簡單的東西我越不會失敗 大家相信我 給我一個讚 現在可以先幫我按一個讚嗎 那首先呢 我們要先來秤我們所有需要的材料 我們食譜呢 我們需要的糯米粉是130克 然後再加上130克的水 還有25克的糖 最後 等我們炸完起鍋之後 再跟花生糖粉一起沾著吃 然後 這個食譜上面還有告訴我們製作時間 各位 20分鐘 所以我們一定可以在20分鐘裡面做完這一個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測量我們的材料 我們現在要先量130克的糯米粉 你走的好緩慢啊 量表 有看到煙霧彌漫嗎 好 我就有10克都飛在外面 我們這邊量好130克的糯米粉了 然後我們現在先把糯米粉過篩備用 好 那我們現在先量25克的糖 好 那我們現在再量25克的糖 糯米櫃喝凝啊 糖粉就是隨個人所好 越多越好啊 對不起 因為我不想把它倒回去 這些真的快過不去了耶 好吧 然後我們還要130克的水 喔 完美 所以我們就是加入水 然後慢慢的攪拌 它完全沒辦法結團是正確的嗎 不太對吧 這太不對勁了吧 是不是要再加一點粉啊 那我們剛剛量那個材料的比例 是量心酸的嗎 不好意思 請幫我追加糯米粉 先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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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啊 這個北藤貴 是想要叫我弟教我食譜 因為他之前做了 可是呢 他就最近很忙 然後前幾天說改天再教我 之後就沒有下文了 所以我今天就自己先來挑戰了啦 這個東西現在看起來 叫做史萊姆 要摔嗎 好 應該可以了吧 北藤貴不是都奇形怪狀的嗎 好 我們的麵糰已經戳好了在這 那我們接下來先來做粉的部分 我們使用的就是糖粉跟花生粉 我也這麼覺得 應該要鋪滿這個盤子好了 好 糖粉完成了 快速 那我們請出我們熟悉的同伴 小喵啊 找到你啦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把它下油鍋 抱泡泡了 冒泡泡的時候 差不多就是可以丟我們的北藤貴下去了 我覺得這個啊 他跟 斷掉了 分開 分開 很好 他們也分不開了 好像差不多外表定型的時候要壓一下 壓一下 救命喔 很荒謬耶 我現在就地取材 把刀子在分開這些 這些狗狗滴的北藤貴 要有人說 看我用東西覺得很可怕了 對不起 我們剛剛下鍋的時候 器材沒有準備齊全 再給我兩分鐘 讓我把北藤貴炸好 我們不手軟好不好 我們是一個 貨真駕駛的頻道 貨真駕駛 真材實料的頻道 中文變很差耶 一般 這傢伙超級重 重到炸 炸的東西看起來就好好吃喔 有有金黃色 有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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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了可以了 發火 起鍋 我來試一下剛剛這個 我自己覺得我這個花生糖粉剛剛好 超級好吃 耶我們完成了 那我現在正式的來試吃了 這都已經裹好我們的花生粉了 這個比我剛剛單獨吃那個小的還好吃 大的的話它中間口感綿綿的 但外皮好像有點炸太久了 可能不需要這麼久 有一點硬 好好吃喔 因為它跟炸湯圓的材料其實一模一樣 吃下去的口感跟炸湯圓差不多 可是因為它比較大條 然後也比較厚 感覺上還是有一點不同 它比炸湯圓好吃耶 我覺得 很年糕麻糬那一種 我要稱讚一下我剛剛 隨便調的花生糖粉 太好吃了我應該去賣炸物 又有一點空心 然後又咬得到中間那個 北藤桂那種軟軟的口感 1號食吃圓 不在 還在西班牙 還在西班牙 它真的是錯過很多東西 這麼好吃的東西 那這個 這麼好吃的北藤桂 我們就要留著自己 自己享用了 1號食吃圓 等你回來喔 我覺得這次 這個北藤桂超級好吃 可是跟外面做的可能不一樣啦 但是有滿足自己想吃的 這個心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自己在家裡試試看喔 但是記得 用油過的時候要小心 那如果喜歡我們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記得訂閱頻道 跟開啟小鈴鐺喔 那有什麼想說的話 或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也可以去Follow我們的 Instagram跟Facebo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Yeah 赤光